这就是传说中的姐夫吧 她是 这 这就是传说中的姐夫吧 姐夫好 我叫叶子 是你小舅子的对 对门的邻居 姐夫吃冰冠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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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这牙口不好 吃不了 你们聊你们的 娜娜 回来爸亲一下 你这脸上谁亲了 我 我 我 姐夫 姐夫 都怪这小家伙长得太可爱了 你看长得像你 我就在他脸上亲了个印章 不好意思 没事 来 娜娜 姐姐给你洗一下 对 快 快快快 洗干净 快 你从哪儿淘化那西洋屋 你不是跟女人都绝缘了吗 除了萌萌我是绝缘了 她就是我一哥们儿兼导演助理 兼什么 导演助理 我现在是影视圈的人 从事的是高雅艺术 别说你挺适合的影视圈的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影视圈全是你这种不着调的人 这 这 这是什么话呀 你现在是挣了钱了 买上洋酒了 都是孝敬您的 谢谢 可惜啊 你哥这中国味 喝不了您这洋酒 怎么喝不了 您别忘了 当年您也是用 XO漱口的人 对了 哥 我今天来是有正事的 我现在正在拍一个信息片 是关于中国酒文化的 您 作为酒界的boss 请您谈一谈 对中国酒文化的认知度 不 谈得深刻点啊 深刻点就是 酒喝大碗 帮您死 不是 这是问题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是 我跟当当的吃饭问题 还有工夫跟你扯这闲片 哥 采访费 真不少 可惜你忘了 你哥跟采访这事 彻底绝缘了 您就收着 就当我给当当的 不是 君子无功不输入 君子也不识 节来之事 爷俩说话都一样 哥 萌萌最近怎么样 挺好的 我最近特别忙 都没时间去看他 哥 萌萌没喜欢别人忙 这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我劝你啊 别惦记他了 你跟那个当演助理挺般配的 一看两人都特艺术 哥 我对萌萌是认真的 我可跟他说好了 等我赚个五百万 我就去娶他 好 有志气 那就先赚个五百万再说 对了 当的还小 别拿他亲着玩 不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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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技巧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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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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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了 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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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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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谁能告诉我 二舅 难道今天来的路上 你就没有听到喜鹊的叫声 什么喜鹊声 全是喇叭声 这都有几个无牙声 哪来喜鹊啊 这怎么了 二舅啊 我亲爱的二舅 您 您的感知能力也太差 您想想啊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有电话 有QQ 有非信 有微博 有博客 还有什么闪客等等等等 您说科技这么的发展 您说您 您依旧保持着中年人的 那种慢速度的那种生活方式 您说这这 您都快落伍于时代了 您知道吗 二舅 不是 我确实有点不知道 我本来知道让你说糊涂 白部长来了 白部长来了 让白部长宣布 萌萌 还是你说吧 自从盐宝九先生 加入我们安康保险公司以后 我们业务部的销售水平 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他以他煽情的智慧 打动了格格不入的 屠夫企业家格总 他以他无谓的勇气 迎战了黑人拳手 捍卫了公司的尊严 他以他游刃有约的酒厂经验 并且冒着未出血的危险 不不不 我听听听 说下去我怎么觉得像道瓷啊 我都快鞠躬了 我这到底怎么回事 鉴于盐宝九先生 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表现 经公司研究决定 提升盐宝九先生为销售部副部长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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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确实太清晰了 不是 那个 不是 那谢谢白部长台主 这是贺总决定跟我无关 关于你的任命通知 明天下午将下发到各部门 另外明天晚上七点 销售部将在洪福酒店 为你举行一个小型的庆祝会 请大家见识到场 恭喜你 谢谢 谢谢 您好 理赔部 你们这又出现场了 是啊 昨天半夜旅营一家仓库找虎 估计又是一起 重大的财产理赔司库 哪家公司的仓库啊 罗斯达集团的 罗斯达集团 罗斯达集团 二舅 这不罗英拿他们公司吗 对啊 罗斯达集团 罗斯达集团 隐发火灾的原因尚未查明 根据警方的调查 我们的仓库安全系数为A 排除了隐患引发火灾的可能 剩下的就是人为因素了 另外 我已经通知了保险公司 这会儿估计已经到现场了 对啊 很好 翠花 这仓库里除了过期的家货 还有什么呀 还有 您两个月之前 从非洲进口的一批工艺品 工艺品 来 这么说我还真得感谢盐保久了 要不是他及时地拉我去买那些财险 我就得自己把自己的单买了 鸡押货呀咱不说 工艺品那个价值就得另说了 所以关于赔偿索赔之事的话 咱们这次真得跟着保险公司好好谈谈 好好谈谈 哎 哎呀盐保久啊 你可真是我的及时雨啊 哎 翠花 你说这个纵活者可能是谁呢 或许就是您要感谢的那个人 盐保久 那 不可能 打死你他也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主人 主人 这是发生火灾当晚的一份监控录像 在警方没有调查之前 我把它扣下了 里面有一个您非常熟悉的身影 我把酵油带扣下来了 你这么熟悉? 也许是可以吗? 我肯定是相信钱 你也许是得以什么呢? 如果那个工学商人 这个工学商人 就是什么工学商人 什么工学商人 你也许是不是那个工学商人 此事故完全属于我们理赔范畴之内 只是客户提出了高额损赔 我们还有待考虑 我相信理赔部会调理好这件事情的 至于其他 我暂时还没有意义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悬外之音吗 悬外之音 您的意思是怀疑有人骗保 这个保险是一惊喜的 盐保酒 贺总 您的意思是 你来看看这里 骗破侯 小心啊 嘘嘘嘘 不要大惊小怪嘛 这又不画的什么半件 就是嘟嘟囊子 看明白了吗 仅凭上这个 就说明盐保酒跟事故方有牵连 这未免太武断了吧 盐保酒 外边添了一大笔的债务 为了还清这些债务 和别人联合起来一起骗保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然了 这只是猜测 我不赞成您的猜测 贺总 盐保酒这个人您是知道的 我绝不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 我相信他也不会 可既然有人提出了这个怀疑 这其中必有原因 毕竟我们这次理赔的数目不小 所以要特别地慎重 贺总 这段视频是从哪儿来的 是刚刚收到的一个匿名快递 匿名快递 会不会是有人陷害盐保酒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所以一定要查清楚 好 什么 贺总居然怀疑我跟别人联合骗保 你先不要激动 贺总也是因为别人提出了质疑 才对你产生一时的猜测 所以目前想要委屈你一下 暂停你的工作 至于升职的事情 等以后把真相查清再做定夺 没关系 我尊重公司的决定 但是我必须说这是一个天大的效果 是 所有人都知道 我盐保酒欠了很多债 但我绝不至于用这种 瞎探浪的手段挣钱 这就是诬陷 你先冷静一下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有人诬陷你会是谁 不用想 罗英达 罗英达 你不能我别闯 你让我跟 罗英达 罗英达 你过来 你送给我 罗英达 来来来来放开放开 走 我跟你们说啊 言一见让是我的老朋友 你们怎么尊重我 以后就怎么尊重他 好 下去吧 进来 坐 坐 老颜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你那么辛苦地说服我 买你们公司的保险 而且立马得到了收益 你真是我的好大爷 罗英达 你少跟我在这儿装算 你告诉我 仓库失火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你比我更清楚啊 我清楚什么呀 那仓库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正准备拆掉以后 留出空间带是别的 你正好这一把大火一烧 没了 而且保险公司 还准备赔偿我一大笔钱 你刚才说 仓库那火是谁放的 你放的 你放的 你放屁 你先别放屁 你也别生气 我跟你看点东西 我知道 老颜 你欠了很多债 欠债的滋味 很不好受的 听好了 老颜 看看吧 这是你发给我的邮件 看清楚了 你给我发的邮件 发邮件的日期 正好是仓库照片 转火的前两天 我再给你看点东西 仓库现场的监控录像 我告诉你 你还知道 为什么有一个成语叫灯风九龄 为什么呀 郭文一 五十多的酒是绿色 你没看过有一个庄台 一个健保栏目 有一个年春节那个特别节目 有一种酒叫穷江玉叶酒 一千多年 是碧绿碧绿 知道吗 所以才有了灯红酒 我告诉你 你不要看古人老说 大碗的喝酒 大块的吃肉 不要以为他们哥哥都是酒仙 因为那时候的酒度数低 才十几度吧 你给他 李逵他们整点二锅头 你看看 照兔 中国的酒文化远远流程 你要么 要么纪录片拍成一个 酒文化的大圈 好嘞 我会努力的 从这个我敬你一杯 好 喂 请问是颜先生吗 是我 谁啊 是这样的先生 你的前妻让我转告您 请你在十二点之前赶到旅营大街 第五十六号仓库 他有东西要亲自交给你 我前妻 我前妻就是你姐 不是 不是 你前妻就是我姐 怎么了 你喝多了吗 你 你都分不清谁是谁 怎么了 你喝多了吗 我前妻你姐 约我 约我 见面了 还有十二连以前 上什么啊 仓库 仓库见面 不会就情复燃了吧 行啊 我开车送你去 行 行了吧 酒后不能开车 那是犯法 你们就在这儿慢慢喝吧 我要去会会您姐 我看看她那个仓库里 到底卖了什么用 好 你们接着拍纪录片 好好拍 慢点啊 哥 好 慢点啊 好 好 您到了吗 严先生 到了啊 我们有前级人了 严先生 请往您的旁边看 有没有看到一堆东西 您前期送您的东西 哪儿留的东西啊 好 开开了 开开了 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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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转ach 转发 梅 老爺 事已至此 你也别感到太愧疚 人嘛 谁没难处的时候 这个我能理解 证不证 老爺 就凭咱俩的关系 咱们俩的交情 这件事你知 我知 老爺 老爺 你别走啊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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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们头早就上课呢 您先等一下 我去叫他 我等我了 她在哪儿上课 老爺 您先等一下 老爺 老爺 你这怎么了 别挂 我叫头爺 年报警 你在这儿嚷什么 我正想问你啊 请问十二号晚上你打电话 让我去罗英娜的仓库 你安的什么心 莫名其妙 我给你打电话了吗 哎呀 哎呀 演得可真好 是 不是你亲自打给我的 是你让别人打给我 说找我有事 让我去了罗英娜的仓库 然后仓库就着火了 干什么呀 嫁祸于我 老爺 你说什么呢 燕子是那样的人吗 我没问你 我就奇怪 人都说一日夫妻百日 你跟罗英娜想干什么 我管不着 又用不着这样对我吧 颜保久 我告诉你 首先我没给你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 什么仓库的事 请你别在这儿嚷嚷 行吗 好好好 以后你请我嚷嚷 我也不来 我就是想正式通知你 以后咱俩井水泡泡河水 谁也帮你谁 他说什么呢 二舅 老爷 请您把邮箱地址打开一下 我想看看您 最近的邮件来往情况 我知道你们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告诉你们 我没有跟任何人勾结进行骗保 仓库火灾跟我一点关系没什么 要说错误我只有一个 我就不应该引狼入室 跟罗英达签那几分保险 对对对 我们不相信二舅能办这样的事 这一定是无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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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啊 老安同志 您还是打开吧 我们是例行公事 没办法 希望您呢 能给你理解 至于是不是无限 现在还不好说 对于我们监察部门来讲 是站在咱们公司这一边 为了使公司利益不受损失 使事实早日服输水便 管老安同志一个清白 如果咱们公司的内部 查不出结果的话 我们只能叫公安部门了 他们查出的结果和处理的方案 跟咱们公司大不一样 希望您好好慎重地考虑一下 你们说什么呢 意思是说我联合你们公司的人骗宝 不是 这一封邮件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曾经何时还跟我同学 发过短信说 要把美国的世贸大楼给炸了 结果呢 他还真倒了 要按你们这么说 我应该承担全部责任了 国际玩笑 我跟你们说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的仓库烧完了 之前我投过你们公司的宝 现在 你们应该履行你们的承诺 赔偿金额一分钱不能少 罗总 行了 别说什么废话了 你们可以找警方来查我 如果你们真能查出 我跟你们公司的盐宝酒 共同骗宝 我轰轰打三个字倒着写 不是 送客 请 请 老颜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问他 实际是要解决的 你这解决吧 什么叫我保持沉默 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让我说什么呀 那好 既然卢文达那边 拒不承认 你呢 又不可奉告 我只要把这件事 转交给公安部门了 好 赶紧交吧 我也希望早日水落石出 总之 我没做亏欠事 不怕鬼叫门 那就这样吧 等等江部长 你看能不能给我些时间 跟老颜好好谈一谈 如果实在是没有结果 再按你们方案执行 好 那要废多 我只能给你延长一天时间 好 谢谢 老颜 好自为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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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九 别着急 事情总会查清楚的 白部长 到底是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陷害我二九 如果暂且先把罗英达 排除在怀疑对象之外 其次 最值得怀疑的那些人 就是那几个讨债者 但是既然他们 想按针给你二九好处 就不应该把视频 寄给葛总 所以 除了这两者之外 还有另外的人 还有另外的人 很显然 这个人请了电脑高手 破解了邮件密码 然后 用打命名电话的方式 将你二舅骗到仓库周围 继而造成纵火的家乡 那他们这么做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想法成立的话 我也觉得他们做法 很奇怪 不可能 我认为 唯一的怀疑对象 就是罗英达 他就是想利用我二舅 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为什么警察在到达现场 调查火灾原因的时候 他不把那份监控录像 交给警察 这很显然 他就是想以此逼迫我二舅 就范 以免揭穿他的阴谋 那给贺总命令的 快递录像视频又是谁呢 如果罗英达 仅仅是为了个人利益 他为什么要败露自己身份呢 我想 他应该不会蠢到这个地步 你的意思是说 一定还有其他人 可我也没得罪别的什么人 老爷 把十二号那天晚上 打给你电话号码给我 那 那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公用电话 我知道是公用电话 给我 好 您来了 快里边请 主人 您快看 谁来了 月儿 你怎么来了 我来找你谈谈 星麦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吧 来 月儿 坐 喝酒吧 不喝 谢谢 燕儿 我知道 你这次来是为了老颜的事 你一定以为 是我在线海盐包酒 但事实上我也蒙在锅里 不错 上次 是我让老颜和我的黑人保镖 来打拳击比赛 我还假放成重伤 来剥去你的同情 确实挺幼稚 但是这次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你要知道燕儿 这么多年 我跟盐包酒争是争 斗是斗 但都是功名磊落 纯爷们似的较量 所以 我来请你帮个忙 还盐包酒一个清白 下午 濒 喵儿 这个忙 恐怕我是帮不了你 为什么 因为老颜上次发的邮件 要求我跟他一块儿联合遍宝 这个事情已经被他们公司知道了 你了解老颜的为人 我知道 他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 如果查不出这邮件是谁发的 保险公司肯定是不会做原大头的 警方就得调查 盐保九就要承担全部的法律责任 我知道 这件事情也会拆连到我 但是我是能逃出来的 因为我手里握着 事发当晚的监控录像 这个录像记录了盐保九当天晚上 在仓库周围的行踪 警方当时调查火灾原因时 我之所以没有交出去 完全是为了老颜着想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 如果警方再来调查我时 你说我是交还是不交 交了 那肯定倒霉的就是老颜 不交 我和他一起承担 骗保的罪名 佑英大 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帮帮老颜 就算我求你了 燕儿 不是我不想帮你 这件事情上 如果你能够帮助老颜 渡过这个难关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也能够帮助老颜 你能够了 不是我 你一定要 你毕 Dios 我哪怕 你没 été 跟老颜 不怕贼兔就怕贼惦记 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过来了 还怕小人算计啊 还是不是我二舅了 白部长也在帮忙调查呢 这个事情肯定会有个水落石出的 您啊 就别想那么多了 来 先吃点东西 多远 马上找你 林先生 你好 金针大队的 根据贵公司举报 怀疑你涉嫌经济诈骗 跟我们走一趟吧 二舅 二舅 没事 别送了萌萌 你回去跟当当上我旅游去了 来来来来 警察同志 你要干什么 警察同志 你们误会了 这事跟他没关系 对对对 火是我们犯的 要抓 抓我们 对对对 抓我们 抓我们 经过我们法律咨询 这个纵犯需要判个几年 那个几年我们分了 判几年我们包了 对对对 你千万不能带他走 你们要怎么回事啊 听要了吧 听听啥要 他们刚从精神病院跑出来 别理他们 咱快走吧 不能走 您别走 您要走了这钱咋办呀 要不我们仨承担 对对对 这个纵犯绝对是我们 我们会谈谈一些 抓 抓我们 我们会谈谈 好了好了 你们的事情我会再继续调查的 我们走吧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 老爷 你这是去哪儿啊 警察同志 这也是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咱赶紧走吧 一会儿病人越来越多 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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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干什么 再这样下去 就是妨碍公务 警察同志 你听我说啊 仓库的火呢 是我自己烧着玩的 跟任何人没有关系 保险公司也不用赔 你们呀 也不用再费心调查了 你谁呀 我是 罗斯达公司的董事长 盧盈达 我说是精神病的 您不信 部长 卢云达 为什么突然撤下了保险领培 我猜 他肯定是害怕警察 查出他的底细 心虚了 看来陷害我二舅的人就是他 你二舅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你二舅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你二舅呢 那你赚了 我认可 你一舅呢 我说的是 我认知 我发来几个人 我认预想 我 solu的 你 为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元 事情很出货的意料 罗英达为什么突然撤销了保险理赔 随他辩 我不想聊这个事 可我想聊 事情是令有起因的 什么意思 委托了我一个做刑警的同学 查了火灾当晚打给你命名电话 那个电话 就是从光明露的一家电话亭打出来的 随后他们又调出附近一家监控录像 那个电话 正好在监控录像范围之内 对照打给你电话的时间 他们对视频做了截图 结果发现打电话的那个人 谁 打电话那个女孩我不认识 但是站在她身边那个人 你我都认识 是她 好 张总 挺巧啊 方老师 关不上最近又挺忙了吧 行 那就好 对了 明天公司非要为我举行一个 庆祝升职的仪式 你要有时间一定闪光来啊 一定 谢谢 对了 我们好像有一个约定 不知道闫先生还记不记得 四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 就应聘到您的公司给您打工 因为我搞错了一个方案的数据 您当着客户的面扇了我一个巴掌 您可能不记得了 但是那个巴掌到现在 我记得清清楚楚 闫先生曾经说过 您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 而这保险公司 恰恰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舞台 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 能够亲眼目睹闫先生创造的这个奇迹 你一定能亲眼看到我创造这个奇迹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算不算创造了一个奇迹 恭喜 谢谢 说真的 现在想想 四年前我那时候确实挺同胀 对一切事情都肆无忌惮 对一切事情都肆无忌惮 都肆无忌惮 而且居然一巴掌打掉了一个 处处毛茹青年才俊的尊严 我更没想到 一巴掌也给那个青年才俊 心里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甚至是仇恨 关门长啊 我觉得现在咱们应该算是扯平了吧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冰释浅前线 我真心希望我们能冰释浅前线 一切从头开始 能创造我们各自的奇迹 好吗 那对了 刚好我这儿带了一本书 是我特别喜欢的 送给你 共勉吧 来来来 我们大家共同聚 祝福我们公司的员工 严宝球 荣车卫公司 业务部 人类资源部 还有行政部三个部门部部长 不想三个人生三级 那我也说两句啊 首先感谢贺总和白部长的提发之后 也感谢各位对我的支持和信任 既然连胜了三级 那我们俩跟参队的比较 好 好 好 来来来 说话三话啊 一杯 好 一二杯 好 快撑着了 好 借此机会呢 我要深呼一件事情 过些日子啊 我就要调往上海总部工作 公司呢要新派一位领导来接替我的位子 贺总您要走吗 我们怎么知道啊 对啊 贺总 咱们有什么工作上的接洽呢 咱们下来再聊好不好 好 杨黄九 杨黄九 我代表我们陈公司敬他一杯好不好 好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哥哥 好 大家尽情喝 好 好 老爷 在罗斯大仓库着火这件事情上 清醒了别人的意见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谢谢 贺总 您这说什么呢 事情都过去了 再说了 作为公司的领导 为了公司的利益着想 当然应该尝个水呢 是主动 你不在意就好 还有一件事情 总部一直要求我 临走之前 能做一个投资项目 你说我欠你一杯酒 我说你欠我一个拥抱 你戒不掉的酒 我借不到的爱 到头来只剩下无奈 我曾是你一生的依赖 你曾是我微笑的招牌 我欠你那杯酒 我欠你那杯酒 我这次感痛快 不让错过变成遗憾 我们还有未来 请给我一个完整的爱 请给我一个完整的爱 别轻易离开 一起走过才会更精彩 你走过才会更精彩 你手上的空 你手上的空 由我来填埋 从此不要说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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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走过 一起走过才会更精彩 一起走过才会更精彩 你手上的空 由我来填埋 由我来填埋 从此不要说 离开 拜拜